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继续离西米纪第五章的灵修 昨天我们已经看了离西米纪第五章 第一到五节 那边讲到离西米的群体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了 这问题就是有一些经济能力不足的人 为了求生存就把自己的产业典当 或者把自己的儿女卖了给人家做卢谱 现在在这个大建设的情况之中 他们就发出冤声和呼号 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从第六节看到第十一节 这段那就是离西米知道了 这个社会不公义的情况之下 他必须采取行动了 那么经文就记载了 离西米听到这些呼号的群众说了这些话 他心中非常的生气 因为在这样的不平常的情况之中 怎么可能有钱的人还欺压自己的百姓呢 于是他就策划心理策划 然后就要斥责这些有钱的人 然后他这样说的 他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 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 意思就是在这个艰苦的岁月 你们还逼迫自己的同胞 于是他就召开大会聚集在一起 这个使用群体的力量 那么在大会里面 离西米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处境 这个历史处境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现在尽力 要把分散在外邦的人招聚回来 你们现在反而倒行立施 要把自己的百姓拆散 你们这样做对吗 这句话非常有说服力了 于是这些行不公义的人 也只能默认 所以圣经就记载说 他们就默然无语 没办法回答 所以离西米接着说了 你们所行的不义 你们所行的不义 你们要敬畏神吗 这个重点 不只是讲到社会不公义了 这个重点是反映出 一个不公义的行为 这样的人心灵中 其实已经忽略了 或者是藐视了公义的神 所以离西米 在向这群人所说的话的当中 给我们一个更深刻的体认 社会的不公义 在百姓群体中的不公义 不只是一个社会或经济层面来看的 更要从一个属灵的层面来看 那就是行不公义的人 心灵中根本没有公义的神 存在于他们心中的地位 于是就做出一些 与公义的神相违背的行为 于是离西米就开始来鼓励这些人 你们要怎么样呢 你们要将你所收来的田地 所买来的葡萄园 赶南园 房屋 还有你们取的利息 全部还给自己的百姓 这个措施是非常彻底的 因为假如一个人知道自己行了不公义 但是只有一种知错的心 而没有知错的行动 那么这个不公义仍然存在 离西米非常彻底 要这群人知道 你们这样做是错的 第二 你们这样做是不敬畏公义的神 第三 你们要赶快悔改 把那些不公义得来的田产 葡萄园 赶南园 或者是得来的这些卤碑 或者是得来的利息 要全数归还 因着离西米的这一个 非常彻底的行动 那么这个社会开始改变了 若不是改变 这个建设的工程是不可能持久的 离西米不只是建设城墙 正如我们前面也提过 我们整段经文也在思考 其实建设城墙的过程 是在建设这群百姓 任何侍奉 不只是侍奉本身 其实在侍奉的过程中 是侍奉神的百姓自己 得到改变和被神建设 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真理 求主恩待我们 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之中 不管我们参与是哪一个层面的 侍奉哪一个方向的建设 求主帮助我们 不只祝福我们 让我们手所做的 尽都顺利 更是在这个付出 侍奉的过程中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被神改变 被神更新 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 先建设了我们 愿主祝福你今天一天的生活 是蒙神祝福的一天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